講到釋放和怎樣四年充滿的最重要最重要的鑰匙 就是活在神的愛中 亦都講到 輕鬆得性是神給我的很重要的教導 我今次會很簡單講出第一點出來 怎樣活在神的愛中 我都講一講我自己為什麼會寫這個輕鬆得性的教導 就是我自己在1998年的時候 經歷四年充滿的一個報道家為我按手期 我即時一碰我 就好像電流一樣進來 即時很強烈的愛 感動到不得了 哭到很緊要 是很釋放的那種哭 然後我就說 原來可以這樣經歷神的 我就真的愛上神 試次向祂祷告 試次都深信神在這裏 因為我騎身島 即時會感受到神的喜樂和愛和能力的趣事 就算我和人在吃飯 聽天 因為我一想耶穌 我即時都會感受神的臨在 所以對我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但有一次我發覺 有一次我和一個人講 關於我的分享 就是我怎樣經歷聖靈 用電話說 他聽完之後就很生氣 因為這個人不接受 很生氣 我收拾的時候就覺得很重淡 然後我祈禱就發覺沒有這個喜樂 然後我就說不行 祈禱又沒有喜樂 我立刻就要處理 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說請你原諒我 如果我令你不開心 但我不是請他原諒我 聖靈充滿我 我只是說請你原諒我 如果我令你不開心 然後我跟他講 但他還是不接受 他還是發生氣 但我就算了 我就放手 然後聊完之後 我就祈禱了 我就放手了 放手了 我就發覺神的喜樂再一次回到我身上 我就開始處理所有在我生命裏面被人影響 負面情緒 負面思想 聖情的問題 潛意識 什麼東西都處理 越處理就越輕鬆 我這次講到這個活在神的愛中 輕鬆特性之中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點 所以今堂呢 希望大家同意一起聽 你聽完之後你都可以回去再聽 耶穌尼是叫我們的生命更加封城 但很多基徒並不是會在封城裏面的 神就給我這個教導 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活在神的愛和計劃 一起讀 活在神的愛和計劃 第二個部分就是 處理生命中一切問題 第三個部分 劈滿聖年的果子和發揮生命 這就是輕鬆特性的最主要 骨幹裏面有十點的 而今次我們就講第一點 一起在那裏 活在神的愛和計劃 接觸這個第一部分 第一點就是天天爆得神的慈愛 對於神的愛 我們有幾個程度 很多基督徒知道神的愛 但是知道神的愛和活在神的愛中 享受神的愛 滿得神的愛去激勵 是另一回事 有很多人停留在第一級 知道 我知道神愛世人 但是這個愛很遠 覺得很遠 這是第一 第二是相信 神真的愛我的 這是第二個程度 但是第三個程度 就是什麼環境都堅信 例如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回家收到公司 告訴你 明天你不用上班 你不會立即質疑 神你是不是愛我 我又傳福音 我又學習 我又受訓練 回家沒有工作 會不會在這個情況 仍然相信神的愛呢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會立即會說 神啊 是不是我搞錯了 因為是你忘記了我呢 我們一定會這樣去想的 但是能夠什麼環境都堅信神的愛 這個真的需要跟神有這種深度的關係 時事相信神的愛 並且經歷神很多的作為 因為每一次經歷都放在記憶裡面 那你就什麼事發生 什麼大事發生 都仍然立即相信神的愛 這是第三 第四就是 在親近神的時候經歷神的愛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在很多 不用親近神都經歷神的愛 你看看天地賣賣很多漂亮的東西 你吃的東西都是神的愛 但是在親近神可以感受神的愛 這是我經歷聖明充滿之後 當我一想耶穌 我即使整個人就感受神的能力 是隨時隨地 是感受一種被愛的感受 我希望大家會渴望 很想能夠隨時經歷到神的愛 以及經歷到神的神跡 其實我經歷的神跡真是很奇妙 最近有一個人 我去到醫院 他不認得父母 不懂得叫父母 祈禱之後 他居然開聲 叫到爸爸媽媽 叫到其他人 以及說得他在哪裡住 他讀什麼書 能夠說得出來 他家人是很震驚 其中一個人說 哇 哇 真是神即聖 另外 很多不同的 好像 Janny所分享 她的女兒 其實我看到她的女兒 我完全沒有把握 我自己沒有把握 我能夠幫到她嗎 我不知道我做什麼 不知道神會做什麼 但我是很驚奇 第二個禮拜回來 她說這個禮拜 她已經睡到假 是很詫異 因為她有整四年的失眠 一年回不了學 但是神即時做工 所以我們知道神 在什麼環境都幫我們 這個是我們學到 並且隨時祈禱會經歷到神 那待會 其實時間很急促 因為今天做的太多 但是呢 我也希望大家能夠 你當你深信神的愛 你可以容易經歷神的愛 在親近神 第五就是享受神的愛 有些人說 我經歷到不是等於享受嗎 不是的 我想問大家 你吃飯吃這麼多餐 你有多少餐是在享受的呢 因為你想著 待會吃完飯又要回 又要做工 又要做什麼 又要洗碗 又要做什麼 可能會想到很多事情 包括我在內 有時吃飯都忘了享受 不過每次吃飯 我和太太一起都會享受太太的 那我為什麼有時候 我會說這些話 我是鼓勵當中有結婚 或者是未結婚的 都不要有一個很低的 期望的婚姻 是要更好的 我們吃飯是單手吃飯的 那怎樣單手吃飯呢 就是我的左手 拖著腳左手 右手拿著我的筋 當然有些東西吃 吃了雙手 就要分開手 在那個時候 我們都是去表達我們的愛 那這個呢 都是在享受著 正飯我想 我享受它多於享受食物 但是我們最重要 是享受神的愛 這個東西 其實隨時隨時可以學到的 很簡單 請大家現在刻意一下 放鬆個人 深呼吸幾下 放鬆個人 整個人都鬆了 好了 開眼了 有些可能想繼續欺負 覺得怎樣 深呼吸覺得怎樣 舒服的 有沒有覺得舒服 原來深呼吸就這麼好 哇 神做的東西這麼簡單 空氣是最免費的 其實神做的水也是免費的 不過 這個 香港叫什麼 水 水務局 都要收我們的錢 因為它整管 它要過濾水 所以要收我們的錢 但是天下的雨是不用錢的 我們空氣到今天都是免費的 但都可以享受 是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要學習 享受每一件事 還有人有感情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父母有感情 我們對子女有感情 對人有感情 是一個禮物 是我們應該享受 是神有愛 所以我們可以享受 其實我一方面 我一直教導 我也希望大家 留意我教導的方式 就是能夠由日常生活 看到神的恩典 看到我們怎樣處理生命 當你分享的時候 你就學習 自由輕鬆 還有是不緊張的 輕鬆的去分享 有笑容的去分享神的恩典 充滿一路享受神 我一路跟神溝通 我一路喜歡神 然後第六就是 被神的愛激勵 即是有不同的程度 我們現在會看一些經文 加勒太書三章十三節 如果有經文 大家一起讀 基督既為我們誠意奏 就贖出我們誠意奏 法的奏作 其實耶穌為我們做很多 祂的愛是很大的 耶穌也是服侍我們 是很大的恩典 但很多人也享受神 沒有去感激 神的奏作 我相信任何人都害怕 要被神奏作 很害怕 但這個經文 其實在中文翻譯 就說為我們受了奏作 然後庫庫寫著 成了 原文是成了奏作 所以我就把原文寫出來 成了奏作 耶穌不只是受了奏作 是成為奏作 祂本人就是奏作 所有的奏作就變成 就是在祂身上 祂就變成奏作的化身 全部奏作在祂身上 你想要面對神的奏作 是非常恐怖 所以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他說我的神 我的神 你為何離開我 就是因為祂裡面 是充滿一種恐懼 一種痛苦 因為祂要面對神的憤怒 祂真的會經歷到神的憤怒 所以耶穌為我們受了奏作面 我們受奏作 我們本來每個都要受奏作 如果有一天我們見到這個地獄 其實很多人見過地獄 你會說 我不用下地獄 真的有一個很大的恩典 我們能夠有天堂 這麼多福氣 真的好得不得了 我希望大家 神你真的很愛我 祝神這件事 耶穌為我們贖罪 赦罪的平安 有幾個經歷過 當你有罪 然後很重膽 然後你求主赦免 然後我心鬆了 就請你舉手 是否很大的禮物 我們就記得 神真的赦免我罪 真是很大的禮物 心裡面 不單是知道是享受神的愛 享受這種赦罪的愛 以賽書四十九十五節一起讀 賦婦人牽能 我寄他在那些禮物 不連述他所生的人子 即或有我寄的我卻不樂的禮 神是用媽媽的愛 我們都知道媽媽是充滿愛的 但媽媽的愛哪裡來呢 就是神的愛 神創造人有愛 神創造甚至獅子老虎 都是很愛她的子女 我見過一個動物影片 我很喜歡看動物影片 其實我都很少看 不過我是喜歡看的 我試過見過一次 有一隻獅子拿 不見了一隻小獅子 牠就在地上不停聞 不停叫 不停走一路叫 走很遠 叫的時候 很淒涼的 一路叫一路叫 走了很遠很久 終於找到 我們看得到 就算是動物 也有這種很大的愛 就是神給我們 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就是神其實是這樣掛著我們 神在那裡 整天掛著我們 但很多人就說 我很多困難 我覺得神好像不幫我 其實不要因為困難 而覺得神不幫我們 這個很重要 困難只是因為 阿當的罪 和人的罪 所以神跟阿當說 你耕種的時候 地會為你長出 驚激則例 這個地是會有很多困難的 困難不代表神的愛 神就是要在困難中 幫助我們 依靠神 所以有困難 不要賴在神的身上 是人的罪 而當我們每一次看到 神怎樣愛我們 那些媽媽的愛 我們就說感謝神 你就是這樣掛著我 整天想念我 我期待的時候 我是這樣 我就說神 我知道你現在在疼我 你現在在想著我 所以我在敬拜的時候 我很多時候都跟他說 你要跟耶穌說 主耶穌 我很愛你 阿爸父 我很喜歡你 就是從心底著發出 神 我很喜歡你 就是我們想到我們的神 是時時懷念 經常掛著我們 不要覺得神很遠 其實呢 神很冤枉 有否覺得 很多人說神 神理我 其實神經常理我們 不過我們沒有得到祂的恩典 所以我們就覺得神好像很遠 其實這是人的誤會 就是一個謊言 是一個謊言 一個謊言 神經常信很多謊言 其中一個謊言 其中一個謊言就是神不理我們 神不記得我們 這是謊言 但是很多基督 深信不疑 並且每日加強 經常都說神沒有幫我 神不記得我 於是對神有埋怨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 對於神有些誤會 請你跟神說 神啊 對不起 我誤會了你 其實你經常愛我 你幫我 不過我不記得那些 我就記得 我的困難 就當了困難 是賴在你身上 那些困難 不是神給我們的 是因為人的罪 而帶給我們的 神是充滿感情 這個經文我很喜歡 西方亞書三章 十七節下半部 他在你中間 必因你 歡欣喜樂 麥而愛你 且因你喜樂 而歡呼 這裏講到神的愛 是充滿感情 很多人對神的愛 是有誤解的 以為神 就怎樣呢 就是好像一個白叔公在天上 唉 我個個都愛的了 誰人都愛的了 好像個白叔 爺 那些孫 個個都愛的了 那種很普遍的愛 但這裏講到神 是充滿感情的 他因我們歡欣喜樂 是開心的 在這世上 有幾個人 看到你很開心的 唉 很開心 看到你 真的很興奮 有幾個人 我相信不多 有 有 我相信有 有 一定有 但是多不多 但創造天理的神 看到我們便是歡喜 還有默而愛我們 不默地愛我們 有一次我去醫院 我便見到一個媽媽抱著一個寶寶 應該一個寶寶有病 她便和一個寶寶一起入醫院 那個寶寶睡了 媽媽便看著一個寶寶 有個頭 看到一個腳 又看上來 一邊看一邊笑 在那裏很甜 一邊笑 我看到我簡直覺得很感動很特別 我停在那裏 站在那裏 當時又沒有手機 如果手機只會和她拍屋照 真的很特別 就是 媽媽會默默地愛她的子女 我們父父都是日日默默地看著我們 我太太 對不起 請你不要介意我說 我太太的故事 我是鼓勵大家和你的太太 或者你周圍的人更加好的關係 有時我睡覺 我知道她不是更快黑白眼 為甚麼呢 其實她很早要起床 但她很多時候 她會先睜開眼睛看著我 因為看著我 我說你快點黑白眼 快點睡覺 你明天要上班 她便說你讓我再看一會 可以嗎 我真的覺得很特別 我太太太 為甚麼是這麼喜歡 看著我 這就是出現愛 我想說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的阿爸父都是這樣 愛我們 看著我們 就不要覺得自己是孤然 不要覺得自己是很慘 因為神很愛我們 敏然愛我們 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耶 神是見到我們歡呼 有沒有人見到你歡呼 哇 很開心見到你 但我們的神就是這樣 見到我們就開心 所以每一次祈禱 你都相信 耶穌其實很歡喜 在笑著 聖經講到 一個人信耶穌 天上的天使 都為祂歡喜 其實你親近神 天上的天使 都為我們歡喜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神是充滿感情 還有神永恆的服侍 一起讀一下 《詩篇139篇》第五節 你再往前後還給我 按手在我身上 中國古代有妹仔 主人要她做什麼 她就做什麼 但是妹仔不能夠 24小時跟著主人 因為妹仔要睡覺 而且妹仔也有限度 有些事情她也不喜歡 有時她服侍主人 未必喜歡 但是我們的神 祂是甘心樂意 24小時陪著我們 永遠永遠 何以見得祂是永遠服侍呢 第一聖經講 第二你發覺祈禱 神會說今天你要排醜 明天先來幫你 今晚你自己站著 明天我先來 會不會這樣 神是即時來的 尤其是經歷聖令的人 你隨時一提禱 一愛神 神立刻來 神是隨時 其實是祂先來 親近我們 吸引我們 有沒有發覺 我們沒有親近神的時候 神會感動我們去親近祂 祂會吸引我們 所以神把我們去祂那裡 神是經常吸引我們的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就 經常覺得祈禱是責任 是做工 但其實祈禱是一種關係 所以我們就說 神啊你真是好 你經常顧著我 你經常服侍我 前後援授我 按手在我身上 比妹仔更加神 經常陪著我們 其實神可以有另一個方法 神可以說 我已經給你聖經 我把耶穌給你了 你可以得救 總之你自己相信 你要跟從耶穌 還是你上天堂見我 我現在先睡覺 你自己搞定了 神也可以這樣的 神可以說你們自己搞定了 我現在自己休息一下 我已經做了很多東西了 是不是 你們自己搞定 神可以這樣的 但是神選擇 是每個服侍 乖的那些服侍 我們都會覺得明白 那些很多益的基督徒 大家有沒有見過 又不肯祈禱 又不經常埋怨神 又不聽話 但是神有沒有扔下他們呢 沒有經常感動的回頭 神呢 是經常幫很多對祂抗拒的人 很多不信耶穌的人 一路感動 一路感動 當你想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都好像我一樣 會感動 神啊 你整天都掛著我 整天都服侍我 永恆服侍我 是不是很特別 所以我們 在任何時間 我們看到神的工作 我看到什麼 我都會喜歡 我看到水 喝水 是神創造的 神給我們睡覺 終於睡覺 睡覺 睡覺很舒服 喝酒 可能現在都想睡覺 神做的睡覺都是很好 神做我們人會睡覺都很好 如果人不會睡覺 整天都不斷 一段又不斷睡覺 不斷做事 你覺得很辛苦 但是神做睡覺 我們感謝神 這是神的愛 神的愛叫我們一生一世 歡呼喜樂 時間關係 我們跳了 為什麼這麼多人難以相 經歷神的愛 第一 埋怨神 覺得神沒有幫自己 這是很常見的原因 覺得神好像不知去哪裡 但是越埋怨 就越難經歷神的愛 其實這些問題 都是由阿當犯的罪 和整個人類 和我們自己犯的罪 所帶來的後果 所以我們埋怨神 就越多問題 大家看看這個圖畫 阿當 神是你做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叫我吃這個禁果 人就是喜歡埋怨神 把責任推在神身上 不是推在自己身上 有一件事 我們為什麼不埋怨神呢 就是一句說話 神給我的一個定義 神給我很多教導的定義 就是很多不同的教導 信心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六個字一起說 神做事可可神 神做事我們放心 就是怎麼放心呢 就是有困難不重要 神一定幫我的 雖然未必按照我們的時間 但是神總會幫我們 大家有沒有經歷過困難 神有沒有幫你 有啊 但是是不是馬上呢 未必的 但是他一步一步 始終會幫你 但是在你未得幫助的時候 不要埋怨神 而是在那時候 你越埋怨心越收緊 越得不到神的愛 就算是困難 神啊 你做事我放心 算了 不要緊要 我不死得的 你這樣想 不死得的 死就上天堂了 不要緊要的 你這樣想就沒所謂 最怕的人最怕是死 你死了又不怕 那就沒什麼怕的 不要緊要的 但那時候我們想了很多後果 其實那些後果 我們想了 最差最差都不緊要 都不死得的 那你的 神一定幫我們 那這個是需要時間去操練的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什麼呢 覺得自己不配神的愛 我不夠好 所以 神怎麼會愛我呢 我這個這麼無用的人 又犯罪 又不聽話 又沒有恩賜 又沒有能力 大家有沒有見過這個Nick 這就是他小時候的想 你看他全身呢 那隻腳只有少少 少少的腳板 又沒有手 好像他這樣 其實他小時候上了自殺的 是很絕望的 但是呢 他是有不同的人 跟他分享 以致他開始對生命改變 然後他相信耶穌 他現在在全世界幫助很多人 就是說 一個人看上來 什麼原因覺得自己不配呢 就是自己的罪 自己不及人 好像Nick這樣 會覺得他不及人 還有自己的失敗 做錯的事情 但是聖經說什麼呢 留著一章二十七節說 神呢 簡選世上愚絕的 叫有智慧的收睿 簡選世上軟弱的 叫強壯的收睿 所以你覺得自己愚絕 不要緊的 神是會興起我們 叫智慧的收睿 當你依靠神 而你雖然 IQ不夠 不及人 但是你有神的喜樂 那些人說 那些IQ高都說 為何你這麼開心 為何我IQ高都不及你開心 無論我們是軟弱的 可能你很多樣的能力不夠 但是你有神的時候 你就會有力量 但有些人說 最壞我有IQ又不夠 不過神的力量又不夠 那怎麽算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我們三樣信靠親近遵從 事事信靠神 所以神是最好的 親近神 親近的 和遵從 跟從祂 一定得福 我可以告訴大家 在這個今年的課程 你會在今天開始會改變 一個月之後你會很大的改變 如果你肯跟著我所說去做的話 都是神給我的教導 你會一直提升的 好了 第三 就是自己小信教神 小親近小信從 這樣的時候 就自然就受這個罪的後果 那有一件事很重要 有些人說 我這陣子又沒有祈禱 下面我又說 沒有祈禱又怎樣 馬上祈禱 那些人說 這陣子又沒有祈禱 那就馬上祈禱 這陣子沒有認罪 那就馬上認罪 這陣子又沒有信心 就馬上有信心 因為神是一個事實 神是真的 神真的會幫我們 所以不要說 我要有什麼特別的證據 我已經知道 有足夠的證據 讓我們知道神是活著 所以有什麼事 忘記背後 太多人經常掛念背後 經常記些什麼呢 記著背後的不好的東西 很多人的記憶 儲存了所有不好的東西 在《興所得四》 我們會講到 如何儲存這些問題 下個星期 我都會講到 這個記憶如何去修理 如何去改變這個儲存的 忘記背後這一切 努力面前 有些人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感情麻木了 為什麼呢 因為從小到大 又不准哭 又不准表達 於是大了 臉都沒有什麼感情 沒有什麼表情 不懂得跟別人說 自己內心的事 就變成 裡面麻木了 麻木了 就很難經歷神的愛 人人都經歷神的愛 但自己也經歷不了 有不同的原因 就是長期的硬抑 好了 可以做什麼呢 第一 接受我們的軟弱和感覺 不要緊的 我的軟弱 不能死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軟弱 我都有軟弱 我一樣犯過很多的罪 是神正念我 是神救我 是神改變我 不是我救好 所以我們做錯事 不要緊的 接受我們是有軟弱的 第二 接受傷害我們的人 其實曾經受過很多傷害 其實傷害我們的人 是很慘的 所以那些人曾經傷害我們 是令到我們壓抑 心裡面說 其實他慘過我 心就祝福他 不給他影響 嚴恕他 心就放手 第三 經歷聖靈是會幫我們 第四 接受神的接立和愛 神是真的接立你 你現在跟旁邊都說 其實也和人分享 耶穌真的很喜歡你 耶穌真的很喜歡你 耶穌真的很愛你 耶穌很愛你 耶穌很愛你 耶穌很愛你的 耶穌是心愛你的 耶穌很愛你 耶穌真的很愛你 耶穌很愛你 耶穌很愛你的 你留意到自己的感觉 基本上用圣经的方法处理 譬如说自己侮辱 圣经说你就算侮辱 神会使用你提高你 叫那些智慧的收窥 神可以轻起你的 不要紧的 你多少怨弱 不要紧的 我们怎样失败 不要紧的 所有这一切 可以接立的 或者自己弄完发生 觉得自己很坏 不要紧的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怒气 你可以处理到 耶稣 因为耶稣照顾其中一件事 怎样可以处理怒气 神做事我放心 不是我去做 我依靠神 我做应该做的 后果就交给神了 第六 要人分享和建立心的关系 在我们这一年的课程 我们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开始分小组 半个小时而已 小小而已 给大家小小的分口应用所学 其实我们两个半小时 做到这样的事 其实都是小小 但是我们是想 我是很想做一件事 就是保持一个长期的关心的关系 就是这个聚会 不仅是你来聚会训练 在一个小组里面有关心 也都关心周围的人 以至中间有受伤害的 可以被医治 你也可以粗练去关心人 粗练开放自己 以至你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去祝福人 所以在一年包罗万有会 都很详细计划 怎样去做法 我太太也要和我想一想 很多怎样做法 我们的同工一起去想 就是如果自己感情麻木 我们需要去得医治 我们怎样感受和保持神的爱 第一 其实关于神的爱 我今天简略的介绍 我时时都会讲的 神的爱 第一就是在万物看到神的爱 看到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都是神的爱所创造 看到人的感情 都是神创造 所以我是很喜欢神的 我一想到神我就喜欢的 有些人说我很难感知神 我就会说 其实你看什么都可以看到神 就算木 随手什么都可以 木是神创造 如果没有木 我们很多材料都没有了 但是神就会创造木 神就会创造棉花 所以我们有三杖 很多样的杖树 很多的胶的质地 都是令到我们能够有很多方面的 我们想要的东西都有 就是万物看到神的爱 第二 从圣经看到神的爱 看到以色列人犯罪 神一次再一次告诉他们 我是在爱你的 你何必死亡呢 在新的亦都是 叫他们回到神的爱里面 第三 从耶稣的救赎 我们看到神的爱 第四 最多亲近神的爱 在经历神的爱 第五 在生活的帮助 我自己曾经有三次 差不多撞车 我最后一次 我跟耶稣说 耶稣说 我来了 我直接以为 是立刻要撞的了 因为那车是很近的 但谁也知道 在最后一刻 不知道为什么 路上会有一个地方 他一弯一弯过去 就是我的车在前面 跟着他一弯一弯去 就没有撞到我 但当时我直接想着 神啊 这么快就上天堂了 但是我每一次都记住 我有一次拉一个闸 一拉的时候 一结结着我三只手指 痛了我几个月 如果当天大力些少 我今天弹球 弹其他都弹不了 我就每一次 神啊 多谢你 这三只手指还在 我有两次 差不多撞到的眼 可以盲了的 我又记住 神帮我很多的地方 我都记住 神给我太太 我都记住 我整天都记住 神做的东西 我希望大家都记住 生活中的帮助 你看到神的爱 如果你试着看的时候 根本很多神的爱 不过我们整天都忘记了 希望大家每天 享受神的爱 抹着神的爱中 用长一时间 在一阵我会跟大家 其实我们时间真的很急促 大家按手祈祷 但最重要是 你一起投入去祷告 去享受神 当中有些人 即时会经历神的爱 希望大家有一个投入的心 相信耶稣 现在爱着我们 其实这个聚会 我的目的是怎么样 是在这一年 我们会进入 更加强利的神的动作 更多人听到神的声音 看到神的意象 甚至有些人会去天堂 去见耶稣 看看天堂是怎么样的 不用一定要死的 有些人祈祷就上天堂了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 进入一个高度的神的同在 我们的聚会 基本上是究竟会完的 我们10点都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一阵 如果我为大家按手祈祷 都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不过我想示范一下 为什么示范 我想教到你怎么祈祷 就是怎么投入 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 示范我为你祈祷 为什么我会这样示范呢 我想说耶稣很真 耶稣就在我们周围 耶稣在我们前后围绕我们 大家可以站起身 我想说祈祷的方式 就是用你的心灵 第一你要处理心灵 所有的罪 所有的重疾 要处理 放低 不要背着 整个灵魂 去中意神 我说到整个心灵 爱慕神 分开灵狼魂 魂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就是整个思想 完全认同圣经每一句说话 完全认同 以至我决意跟从神 接着感情 就是见到什么都想到神 是吹爱的 其实你有感情的祈祷 已经很接近灵的祈祷了 接着灵的祈祷是怎么形容的呢 大家看看 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清重他的成年 诗篇103的第一节 凡在我里面的 整个灵魂拥吓神 大家试试 整个心灵 你试试回家 你将你的重担吹出来 在呼叫耶稣的时候 拖长的声音 将你的心拥向神 你试试回家 就是耶稣 为什么叫你拖长 是好像整个灵魂拥向神 整个灵魂拥向神 整个宿强的祈祷 放心自己有神的爱 进入你的里面 我们每一个都有投入 主耶稣 从神说 这个宿强被osos 有一次拥向神 好 不 sociale 我希望能不能担心 圣经可能有些人没有见过 圣经有讲到在神的同在 约翰是即时跌在地上 在启士道一章十七节 在神的同在有些人会跌在地上 你们不是每个人都会跌在地上 不用怕 圣经有讲到 苏罗信主的时候 他就立刻跌在地上 他见到耶稣 但是我为你安省的时候 可能你会感受一种 舒服的感觉来到他身上 这种是圣灵带来的 你就怎样做呢 你回家保持 今晚要回家保持 今晚是一个恩高的状态 你回家起码每天半个钟头 或者一个钟头 爱慕神 相信神在爱你 耶稣你真好 这种是心灵的祈祷 不是代祷 代祷你就可以代祷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不是代祷 你回家祈祷 你可以有心灵的祈祷代祷 以及等候神这三种人 那你试一下 试一下现在一起 放松 放松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耶稣 多谢赞美你阿宝 多谢赞美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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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赞美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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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